嗨 大家好 我是刚才在台湾的妈的生日 Sumorin 今天你快要来吃吃泡咪咯 泡咪是什么泡咪呢 就是炒咪 炒咪 等一下 炒面怎么讲 哈哈哈哈 炒咪啦 就是炒咪 就是炒 就是炒咪 叫我马上不会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只是一下子说螺丝啦 这是浪味炒咪 我怎么完全要吃这个 哦 因为包装你准备说要吃的 为什么你要吃 你再说一下 小时候这个浪味炒面陪伴我的童年 真的哦 因为它真的很好吃 南洋风味 南洋风味 浪味炒面 以前没有这个什么南洋风味 跟以前长得一样 以前就是这样两包粉 左边这个小包辣椒粉 然后两包这种酱料 这个是油包 这包是酱油 厉害的就是它这个酱油 厉害的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 我现在螢幕上面都烟 蜜萌的我 特别美 它油里准备 很厉害煮咪 很厉害是什么 很会啊 很厉害 不然就说煮咪很厉害 哦 白牛里准备 煮咪很厉害 厉害是很猴子的意思 煮咪很厉害 厉害 很难捏 你要有点卡弹感 厉害 我觉得我录到100多集 破台语还没有进步 那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没办法没办法 再讲一次 很厉害 嘿嘿 很准 哈哈哈哈 我最怀念的 我要吃你最怀念的面了哦 对 香不香 你自己觉得香不香 香 因为我们在大麦場没有看到原味 所以我觉得 他就直接改名 改个名字重新出发的意思 这个影片标题就是 借尸还魂 对 浪味炒面 对 哈啰 第一嘴 有一点点辣的 但是我可以吃 有张大牙的辣 蛮好吃的啊 辣口味的 香跟鹹嘛 还有香香的麻油的味 好吃耶 可以教我几个好吃的台语食吗 好吃 好吃之外呢 吃不好吃 吃不好吃 而且融合马来西亚跟台语的元素 你看看你小时候会喜欢 还真的蛮好吃的耶 对不对 很香 对 你吃一口 你贵的脆都是这个香味的 我小时候这样子吃两包就可以顶一天了 你不要一直吃泡面哦 难怪你长这么高 你如果没有吃泡面 你是这190了 我糖天还更高耶 好啦 我脚板很长 所以长下来很高啊 你脚板很长是不是 好吃的我再吃完了 嗯 这个咖啡 生来的这个印尼草泡面 有的比 印尼草泡面真的是经典啊 ok 今天你的戒丝还魂 就到这里 戒丝还魂 就是换个包装重新说 根本一样味道 这也是夜湿 这也是夜魂 今天你的童年的皮就到这里 我再继续 吃吃吃喝咯 就这样哦 我再见 拜拜